我们一起祷告 父啊,我祈求你 现在来搭救那些 因为在他们生命中的罪 而失去信心和盼望的人 也求你来搭救那些 对他们生命中的罪 抱持一种无所谓 无关紧要态度的人 在他们的身上 行那时死人苏醒的神迹 并且让所有重生的人 能够领悟 如何在信心的征战中 使用圣经 来帮助他们 持守到最后 让我们不要像魔鬼一样地 使用圣经 来毁灭我们的灵魂 而是敬虔地使用经文 使我们活着 求你 使我忠于你的话语 也刺下能听的耳 和能说的嘴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在重生主题系列中 我们今天要处理的问题是 那些个经历过 重生这个神迹的人 在他们寻求活在 充分得救的 确据之下 要如何对付他们 自己的罪 或者你可以这样问 我们如何来处理 已经拥有新生命的 这个事实 和另一方面 我们还是在犯罪 两者之间的冲突 你如何在失去 得救确据的危险中 和当你可能还没得救 却自以为 得救的危险当中 取得平衡呢 我们如何可以 享受在重生的确据中 却不轻忽 那个残留在 我们生命中的 罪呢 我认为 约翰一书是圣经里 一本 经过 严谨策划 来解答这些问题的书 仔细思考第五章 十三节 我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 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 自己有永生 所以 写这一本书 是为了要帮助信徒 能够拥有 并享受 他们得救的 确据 约翰 想要我们 这些重生 相信耶稣 并且有 新的属灵生命的人 知道 你将永远 不会死 你将会活出一个 奇妙的生命 不是吗 如果你是 时时刻刻 活在清楚的意识下 你是不会死的 我也不会去到地狱 约翰一书 三章十四节 这样说 我们 小的 是已经 出死 入生了 已经结束了 死亡已经结束了 已经过去了 你不会再回到那里了 约翰福音 五章 二十四节 耶稣在福音书里 如此说 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 又信 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 出死 入生了 所以 约翰和耶稣 他们都要我们知道 因着耶稣 所成就的 以及他是谁 审判已成过去 死亡已成过去 审判已成过去 是因为我们的审判 已经在十字架上执行了 那是我们的审判 死亡已经过去 是因为我们已死 在十字架上 那是我们的死亡 你若借着信心 与基督联合 那就是 已经出死 入生了 是已经无罪定验了 你不会再被定罪了 你再也不会被定罪了 写这本书的原因 是要我们能够对此 有确据 它要你每天早晨起来后 去上班 做你的工作 开车你的车 与家人和朋友相聚 都存有一个绝对的自信 那就是我永远都不会死 我再也不会被定罪了 那已经结束了 我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 要叫你们知道 自己有永生 不过 受信的这一间教会 有一些问题 是挺麻烦的 它为此而烦恼 并且它必须要来处理 教会本身状况 看起来还不错 但有一些教师兴起 或许已经在他们中间了 是的 他们已经在那里了 而有一些已经离开了 不管是什么 那已经带了威胁 要毁坏这一群人的确据 而这 要毁坏确信的威胁 很有可能 是对这个确据 提供一个 短期形的通 但长期 却行不通的方法 在对付这些 假教师的同时 他也告诉我们 该如何对付我们的罪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 我们如何在对付 我们生命中 罪的事情上 那就是 如何驾驭在 自以为是 和绝望之间 这一封信 就要如此回应这些 假教师 那么 这些假教师 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以至于必须要做回应 第一 他们说 那先存的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并没有成了肉身 我们来看第四章 一到三节 在永恒 在永恒 先存的 没有形体的 神的 儿子 以及 耶稣基督 这个人之间 没有 完全的 联合 这两者 没有合为一 这就是 假教师 所教导的 他们 他们不喜欢 这种想法 那就是 属灵的实体 和物质的实体 上帝和人 之间的联合 所以让我们来读 一到三节 所描述的 一起来读 第四章第一节 亲爱的弟兄啊 一切的灵 你们不可都信 总要试验 那些灵 是出于神的 不是 因为世上 有许多 假先知 已经出来了 凡灵 认耶稣基督 是成了 肉身来的 就是出于神的 从此 你们可以认出 神的灵来 这个字出现了 认耶稣基督 是成了 肉身来的 就是出于神 凡灵 不认耶稣 就不是 出于神 经上如此写 关于这个异端 我们有很多 可以讲 这在早期的教会 中很普遍 但我只要专注 在一件事上 因为那与 我们要讨论的 有关 这些假教师 将那先存的 基督 与肉体 给分开来 不知什么缘故 这两者 就是无法 全然地联合 第四章 第二节 经上这么说道 凡灵 认耶稣基督 是成了肉身来的 就是出于神的 所以很明显的 这些人 并不愿意承认这个 因此你可以知道 他们不是出于神的 他们不喜欢 那位先存的 圣洁的 属灵的 至圣上帝的 儿子 成为肉身的 这个想法 这里是与我们的问题 相关的原因 这个对基督 位格的 看法 就是不能与物质的 身体联合 就是一种 不知道什么缘故 两者之间 没有关联 显然的 这些假教师 看待基督徒 生活的方式 产生了非常 实际的道德影响 就如同 他们将 基督的位格 与其他 一般物质的 生命分开来 他们同样地 将一个基督徒 与一般物质的 生命分开 他们不喜欢 如此联合的 基督 也不喜欢 如此联合的 基督徒 而他们发明了 新的基督教 这样你可以做一个 属灵的基督徒 而不需要 在肉体中 表现出来 让这身体不一样 用你的身体 你的头脑 你的嘴唇 你的手脚 所做的事 当他们想到 将这种伟大 美丽 尊贵 至高 属灵的事实 与人类 生命的身体 混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全身 就起 鸡皮疙瘩 在我们所读的 经文中 能清楚看见 他们是如此运作的 是在第三章 第七节 约翰说 小子们啊 不要被人诱惑 在这里 他想到了这些人 我们已经知道 他们基督论的错谬 他们对耶稣 错误的认识 就是基督 并没有道成肉身 现在他要告诉我们什么 第七节 小子们啊 不要被人诱惑 那些 行义的 才是义人 行义的 才是义人 正如主 是义的一样 他在影射什么 他是在说 你要小心这些 假教师 他们说 你可以称为义人 但却可以 不用行义 要小心这些 将所事和所做 分开的人 你所拥有的 这种缥缈 崇高纯洁的状态 并没有在你的手中 表现出来 要小心这种人 约翰不单单反对 他们对基督的观点 就是将他的位格 和他一般身体的生命 分开来 他也反对 他们对基督徒的观点 就是将作为一个 义人 以及行义 分开来 将那个在我里面 称作是基督徒的存在 体现出来 而这个团体 他们有一智不变的观点 我们不想要 基督与肉体 颤杂在一起 我们也不想要 让重生与肉体 颤杂在一起 所以他们就将 两者分开来 很明显的 肉体对他们来说 不重要 对耶稣来说 不重要 对基督徒的生命 也不重要 没有一个真实的 在肉体上 与基督联合 也没有一个 真实的你 与 你的肉体联合 你可以 是一个义人 却不需要行义 这就是那义端 而问题是 他如何对付他 他又如何回应他 他是这样回应的 第一 第四章 第二节 首先 他强调 耶稣的肉身 和基督先存的位格 是不可分开的 他们是合一的 约翰一书 四章二节 凡灵 认耶稣基督 是成了肉身来的 就是出于神的 顺道一提 注意他不是说 来过了 而是已经来了 再读一次 凡灵 认耶稣基督 是成了 肉身来了 已经来了 已经成了肉身来了 就是出于神的 这个动词时态 在英文和希腊文里 代表了某些东西 是与来过了 不一样 如果是来过了 这听起来好像是在某一个时期 他来成为了人 在那个时段 对他来说 是事实 但不是现在 我几年前从教会中 一位崇高的领袖 收到一封信 他认为 关于耶稣的事实 是那样的 那是 那是一端啊 写了一封冗长的信 给他 要他把从这网站上下架 耶稣基督 这一位神人 是完美的 与三一神的 第二个位格联合 直到永远 他不是披上人类的外袍 像戴帽子一样 戴了三十三年后 把他脱掉 丢弃在孤魂野鬼之地 当他们看着他升天时 他们看见他升天了 并且他怎么样升天 还要怎么样再来 和我们一起烤鱼来吃 直到永远 人性 就是如此的奇妙 与神性调和在一起 他并没有藐视我们的肉体 就是现在在这个时刻 耶稣仍然有一个身体 一个身体 就是倘若你在那里 你可以用你的手去摸他 他已经来了 在肉身之中 而他仍然是在肉身之中 道成肉身是持续到永远的 三一神的第二位格 将不会有在肉身和神性上 有不完美的联合 这永远不会发生 所以 这是他对这个异端教导的 第一个回应 你们将基督和耶稣这位有血有肉的人分开来 那完全是错误的 第二点 这是他的第二个回应 他断然的 否定了 否定了这个错误的教导 这个异端 那就是 你可以有那属灵的存在 但不需要透过肉身的行为 来作为那个属灵存在的证明 事实上 他强调 那个在里面的灵 属灵的实体 那个新的生命 新的创造 必须要透过这个东西 来得到认可 即使身体 在这儿 这个嘴唇 眼睛 这对耳朵 和双腿 这些就是属灵的实体 可以获得认可的部件啊 第三章 第七节 我们继续来看 第三章第七节 小子们啊 不要被人诱惑 行义的才是义人 行义的才是义人 若没有行 就没有是 假如你说你是 但却不去行 那你是在欺骗 这就是第七节 还有在这一封信里 其他十五节经文所说的 这些骗子说 你可以是义人 但不需要行义 因为这个肉体 不是在这里 也不在那里 反正就是爱手爱脚的 重要的是里面的灵性 而不是外面的行为 然而约翰说 只有那些行义的人 才是义人 所以要用你的行为 来认证你的灵性 他在这一封信里 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了 我们来看第二章二十九节 约翰匿书二章二十九节 你们若知道 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 就知道 凡行公义之人 都是他所生的 公义是从那里来的 但是你重生的 但是你重生的证据和认证 就是你所行的义 第三章第九节 凡从神生的 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 存在 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神 生的 犯罪的行为 那就是 你不是由神而生的 证据和认证 因为约翰吉利主张 在你所事和你所做之间 有一个明确的必要 和不能修改的连结 他绝不会与异端妥协而说 这两者之间没有关联 你无法讲得比第九节 讲得更强烈了 是吧 没有一个从神生的人 可以继续犯罪 神的种子 存在他的心里 他不能犯罪 因为 他是由神生的 他还特别强调 为什么是这样 是种子 神的种子 存在他心里 如果你重生了 神的种子 存在你心里 我相信 异端也喜欢这个 然而 约翰认为 这个种子 我不知道这是指神的道 因为在新约中 被称为神的种子 或是指神的灵 在新约中 也被称为种子 或是神的属性 或是这三种的混合 无论那是什么 当上帝使我们 重生的时候 他将自己的某些东西 他的道 他的灵 他的属性 放在我们里面 以至于这个种子 不能与犯罪 和平相处 就是不能 千万要记得 神的种子 是不能安于 在有罪的行为 模式中 所以假教士们 认为他们可以将 属灵的实体 与物质的实体 分开来 他们不明白 倒成肉身 也不明白重生 在倒成肉身上 他们尝试将 属灵的 神圣的 永恒的基督 与耶稣基督的肉身 分开来 在重生上 他们尝试 将那心造的实体 与他在生活中的表明 和证实 分开 这是第二个回应 现在第三个回应 第三 约翰会接受 任何有关 基督徒 不会犯罪的提议 任何提议 或在一天内 或是一小时内 都不会犯罪 他都不接受 显然的 这个错误的教导 能够持续进展 并且有果效 那是因为 透过将 示意人 和形意 分开来 他们使人们 更容易相信他们 不是不义的 借此帮助他们 能有确局 一种能帮助你有 确信的方法 就是听从异端 将肉体生活的本质 就是那实体的 确证和证明 或说 不管在这里 有什么变化 不管有什么变化 那实体是不变的 你若是朝这个方向走 你就得到轻松的 信仰和确具 他们可能会说 好吧 就算你的身体 不做你想做的事情 那并不是真实的你 所以那无所谓 你比你看见的自己 还要好 你已经重生了 是一个新创造了 所以呢 那个物质的生命 不是关键 你是谁 才是关键 这就是他们用的方法 使无罪成为可能 因为 如果你将借由重生 而有的这种属灵的 无法辨认的 灵界的新玩意儿 对吧 与你每天的日常生活 分开来 你是可以说服自己 是无罪的 那是我 是无罪的 而这个 其实 不是我 很有可能是这样 约翰对此的回应是 他拿起 他的手枪 三把枪 没错 是三把枪 把他轰出水面 现在带你看 这书信中的 三处经文 第一 第一章八节 我们若说自己 无罪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 欺这个字 只用在 假教师上 所以他是在说 不要让这些 假教师的欺骗 变成你 自欺的一部分 以至于 你说服自己说 我不会犯罪 很明显 他们是朝这个方向走的 而你若相信 你不会犯罪 你的的确会增加 你的确信 我们若说自己 无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昨天我再一次 思考这句话 是多么的机要啊 没有 无 是现在是 我们若说自己 现在 没有罪 什么 一天一次 一周 一小时 一分钟 什么时候 这一节经文 才不是对的 永远都不会是对的 你一直都有罪 每时每刻 这是对一端 很彻底的回应 一个彻底的回应 这些异端 对确信 这个问题 的解决方式 就是将所有问题的环节 都分开了 然后告诉我们 这个与身体 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属灵的存在 它是公义的 无罪的 所以 约翰并没有说 我们若说自己 没有犯罪 而是说 我们若说自己 现在 没有罪 这是第一点 而第二把 指着这个 在罪上 出错的枪 是在第二章 第一节 我小子们 我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 是要叫你们 不犯罪 倘若 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中宝 就是那异者 耶稣基督 小心注意 约翰并不是认为 你若犯罪 你就没有重生 他认为 你若已经重生 若犯罪 你有一位中宝 他认为 你若犯罪 你会有挽回记 你会有遮盖 一位中宝 你会有你所需要的一切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第五章十六节 我们还没看过这一节 随后一起来看 约翰一书 第五章十六和十七节 人若看见弟兄 把弟兄标记起来 那是指信徒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 不至于死的罪 就当为他祈求 神必将生命赐给他 赐给那些 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人 有至于死的罪 有至于死的罪 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 凡不义的事都是罪 也有不至于死的罪 让我们拉近来看 这最后这一句 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 为什么他要这样来强调呢 因为他了解 他们被悬挂在 他们本不应该被悬挂在的 两难窘境之间 就是他们说 他们已经重生 却没有重生的这个窘境 他要他们离开 所以他说 有不至于死的罪 他存在你的生命中 每时每刻 每时每刻 有不至于死的罪 这就是为什么 你可以看见 你的弟兄犯罪 那不单单是一个 看不见的态度而已 对吧 那是看得见的 你看见了你的弟兄 你的弟兄在那里 又在犯罪了 是吧 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 有不至于死的罪 附带一提 现在讲的不是 这段经文的讲道 但是这段经文 引起了各式各样的问题 我要很快地回答 其中两三个 我不认为 他想到的是 犯罪的种类 当他说 有至于死的罪的时候 就好像是 杀人 而有 不至于死的罪 好像是 善意的谎言 他不是这么想的 不是犯罪的种类 反倒是 我认为 是根深 地固的层度 习惯的层度 和持续的层度 这样 在希伯来书 十二章十六和十七节里的 以扫因素 就对上了 在那里 以扫持续不断地 亲看上帝的恩典 以至于到最后 就没有机会了 我仍然记得 我父亲将关于 以扫的讲道 他看着在 会众里的年轻人 他说 在你们还年轻的时候 要记得 你们的创造者 因为你们 若追求罪恶 你认为 可以在最后一个悔改 但是当最后一个 使你将无法悔改 然后他就会引诱 这一段 以扫的经文 他哀哭切求 却得不着 这是很可怕的 就是把悔改摆在一边 认为等你做了一些 愚蠢和疯狂的事以后 再来悔改就好 但是到那个时候 你就发现 你完全没有力量来悔改 为什么呢 因为有志于死的罪 而你不知道 何时会跨越那条界线 上帝对你到此为止 他再也不会 把你给抓回来 所以要警醒 不要轻看他的恩典 而日复一日地认为 我今晚在悔改 若不是今晚 我可以五年后再说 五年后 你的灵魂 就会如同石头 那么硬地在死亡中 你与你的罪处在热恋之中 就算千军万马 拖着你心 你也无法悔改 所以 共三次 约翰一书一章八节 约翰一书二章一节 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 这些都是约翰在表示 绝对不要说 你没有罪 现在 有了所有这些 我认为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了 那就是 来尝试回答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 那些经历过 重生奇迹的人 如何在享受救恩的 确据的同时 来对付自己的罪呢 我的答案是 你必须 要用 约翰的教导 来对付 约翰在这一边 抵挡异端 声称你已经重生 其实并没有 因为没有果子 在你的生命中 没有证据 没有认证 那是伪善 他对此在他的信中 提出大约十五次的警告 而这一边 他为我们 有一位忠宝而欢庆 我们有挽回忌 我们有一位议者 挪去了神所有的愤怒 透过代替我们的罪和受审判 使我们有能力 并且为我们预备了公义 为我们这些罪人 开了一条进入永恒 盼望的路 这是他为我们 做的两件事 在这里 他抵挡异端 然后在这里 他庆祝这位 忠宝和闹挽回记 这两件事情 问题是 你如何使用 这两个真理 这真的是 你现在应该与主 一起来处理的地方 你是如何使用 这两个真理的 你怎么使用他们 我要表明的是 重生的人在树林上 对于这两个真理 是能够辨别 该做些什么的 并且符合圣经的 来使用他们 他们是如何 在重生的心理运作的 这两个圣经的教导 是如何在一个重生的 是如何在一个重生的心理工作 首先 你正划向 我要描绘的两个剧情 并且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 都在这两者之间 摇摆不定 但愿我们或多或少 可以让自己脱离这两者 然而在这里 可能有些人是远远的在这一头 而有一些人是远远的在另外一头 而我希望我们可以彼此帮助 所以第一个情境是这样的 关于你自己的罪恶 你正划向一个不冷不热 漫不经心 自以为是的思想框架里 你正不知不觉地陷入其中 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你发现 你已经很久没有思想有关罪 为罪而担忧了 你突然惊觉 怎么会这样 发生什么事 你开始对你是否是圣洁 还是属事 漠不关心 你失去对错误的态度 以及行为 失去警戒 顺其自然地陷入其中 你本来对你的灵魂是很有警觉性的 你也立下了一些原则 并且划了界限 你也努力不懈 然而你的手开始贪软 你的膝盖无力 然后你随风飘逸 顺其自然 当一个重生的人经历这种情况时 他们的确会的 那么约翰一书三章九节的真理 对他们来说就极其地重要 凡从神生的 就不犯罪 圣灵在已重生的人心里 用这一节经文 来苏醒他 来吓他 让他知道 他处在危险中 这样他可以奔向那位中宝 奔向他的挽回祭 去得连续和饶恕 他承认他的罪 第一章第九节 他得到洁净 他在与基督甜美的关系中 获得更新 他恢复了对罪的厌恶 是的 厌恶罪 他恢复了 在主里的喜乐 成为他的力量 继续在接下来的日子中 打这个仗 那就是第三章 第九节 经文 这么说到 在圣灵所重生之人心中的功用 一个重生的人 读到第三章第九节时 不会置之不理的 第二个情境 你正陷入 我猜在这系列中 会比其他系列更常看见 你正陷入恐惧和失望之中 甚至是绝望了 就是对你的意义 和你对他人的爱 以及你与罪的抗争 永远都不够好 不够好在哪儿呢 不够好来证明你的重生 我们都知道 在神学上 你永远不可能够好 而得到拯救 然而约翰一书说 除非在你的生命中有证据 不然你是没有重生的 所以 你如此认为 你是完全毁了 你的良心控告你 你的行为看上去 是如此的不完美 而他们永远 不能证明 我是重生的 这是你的良心告诉你的 现在 当重生的人 经历这些事的时候 他们会的 我们会的 而这里 这边是自以为是 而这边是绝望 当重生的人 经历这些事实时 当他们经历的时候 他会回到 第二章 第一节 来听 上帝的话 他听见上帝 对他说 我小子们啊 我必须要在这里 暂停一下 这一篇信息 讲到这里的时候 让我们 来感受 为什么 约翰 要用这些字 来开始第一节 他真的 想要温柔地 来与你处理 这个问题 有些时候 我们需要被严厉地 来处理 而有些时候 我们迫切地 需要被温柔地 来处理 当他开始第二章 第一节时 他说 我小子们啊 他不是指在教会里的 年轻人 他只指所有的人 那是他应该也老了 我已经到了个地步 几乎可以关心 你们每一个人 不是罪的人 然后说 我小子们啊 我对你们的确是 存着温柔的心 我是经常 经历这一幕的 我不想要 在你解释 你的生命的时候 不知道你的果子 到底够不够的时候 痛打你一顿 我知道那种感受 那是一种令人 无法忍受的感受 这是一个棘手的情况 没有解决的方法 只是 在一个重生的人里面 这也是为什么 我相信我是重生的 上帝一次又一次地 搭救了我 他透过将我的注意力 从我那平庸的表现上 转向我的中宝 若有人犯罪 我们有一位中宝 换句话说 约翰想要让那些绝望的人 听见的话 就是 我们有一位中宝 中宝有什么重要呢 那就是 替罪人辩护 我小子们 我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 是要叫你们 不犯罪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中宝 也许他在这里提到 父 就是要减少 像是害怕看见法官的 那种感受 我们有一位父 而耶稣基督 他就是那异者 我们不是 他是 让我来做个总结 约翰对异端的警告 将我们从自以为是的那里 拉回来 而约翰所应许的那一位中宝 将你从绝望的悬崖边 拉回来 重生 使你聆听经文 并且有效地来使用经文 重生 并没有用 我们有一位中宝 这一个应许 来支持我们 对最傲慢的态度 让我再说一次 重生使用圣经 使用约翰一书的方式 不是说 我有一位中宝 让我们犯罪 让恩典显多吧 这个声音 并不是那新造的人的声音 你可以透过 你是如何回应 这一节经文的方式 就知道你是否从神生的 这就是上一周 我讲道结束前 所要表达的 是吧 假如你听见上帝 拿出他的中宝给你 然后你说 谢谢 我可以继续犯罪了 那么 你不是用重生之人的方式来回应 但是如果你是以颤抖的手 接住 然后说 又一次 你又一次把这个给我吗 这是一个好的征兆 重生不会用 凡从 神生的 就不犯罪 这个警告 如从汽油浇在绝望的火上 假如你很绝望 非常的绝望 你不知道 你生命中 有没有重生的果子 或是证据 而感到害怕 然后你读到三章九节 因此而自杀 这不是出于圣灵 这不是重生 这不是在基督里心造的人 会有的回应 所以我对 我们如何在尝试 享受得救的确据时 对付我们的罪的答案时 在我们里面的新人 有属灵的洞察力 知道如何使用 对异端的警告 以及中宝的确据 他会知道的 他能够分辨 知道如何找到平衡 他不会成为 自以为是的人 也不会成为 绝望的人 所以我结束时 要祈求主说 求你 透过 我们 对神话语 回应 来印证在这里的人 有着 重生的确据 愿他 应允我们 能拥抱 警告 也愿他 应允我们 能拥抱 安慰 这样 我们确实 可以增加 我们的 能力 并以此 来享受 我们得救的确据 我们一起 祷告 主 重生 以及我们有的确据 这两件事 都是礼物 我不能使它发生 我们不能使它发生 那是一个神机 那是 圣灵的工作 我祈求 你在 这个周末 为许多 还没有重生的人 预备重生 以及主 为数百 数千的人 在他们里面 兴起一个崭新 甜美 深刻 和不能动摇的确据 那就是 我们是从神生的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